歡迎回到前面百恩百 講到說要看消費終端的接受度 如何才知道一個景氣狀況 是不是到了落底的時刻 那尤其是現在的消費信心指數 包括今天在台灣也公布的最新報告 是掉到了兩年來的新低 其中還有包括對於耐久財的需求 也掉到了相當低的水位 下降幅度也是滿大的 這樣的情況在臺灣出現 其實也一樣印證在美國市場當中 最近看到美國的百貨業 財報 優喜參半 但是從這種優喜參半當中 居然可以看到在整個中產階級 甚至在整個民間消費當中的杯葛 到底怎麼說 全球都在陸續進入去庫存的階段 那通常他會先傳導到一些比較明顯的 電子零組件 到電子的終端需求 那這些慢慢的去庫存完之後 最終就輪到了百貨類者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我們會發生經濟衰退的原因 跟生產不利沒有太大的相關 通常都是生產太多才會經濟衰退 所以生產太多導致倉庫裡面都是貨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就要想辦法去庫存 那怎麼去庫存呢 見價銷售 就是沒有人買 東西很多沒有人買 結果就造成了見價銷售 但是說不定你見價更沒有人買 對 因為百貨類者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屬於低於預期的 也就是這些大型的零售 像是沃爾瑪 百貨 好事多 這些就是中產階級 他主要會去買的地方 就是一般吃的 用的 基本一定要用到的 而且大型的零售商 好事多 沃爾瑪 這些相關的大賣場 大型零售的部分 財報很糟糕 沒錯 那好的部分也有 好的部分 我們像是梅西百貨 奧勒奇和達勒 這梅西百貨大家都知道 他就有點類似臺灣的星光三月 收購 百貨這種 比較高端商品 所以他受到警戒的衝擊力度 沒這麼大 平常會去買的人 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居多 他還是照樣花他的 吃他的 用他的 照買不悟 對 那第二個類 是屬於像是奧勒奇 或者達勒 他是屬於這種做coupon 折扣店的 比較多優惠的 那這種 尤其在通膨大幅升高之後 就會擠壓到沃爾瑪 好事多的生意 為什麼 因為大家錢變得不值錢了 我要想辦法把錢花在刀口上 是 所以就會選擇去往這些折扣店來進行購買 等於說這時候折扣店是更低價的商品 折扣更多的商品才有人買 沒錯 要嘛就是貴的商品有人買 一定有支持者 一定有這些不受影響的支持者在買 要不然就是大家都急往這種超低價的商品折扣店去買 所以他是好於預期的百貨店 但是產於預期的是這些大型的零售商 但是對於整個百貨業者來看的話 主力是誰 當然是大型的零售商 所以我們看到你像是沃爾瑪和目標百貨的股價 在財報公布的那一天 紅色線是目標百貨的股價 是 黑色線是沃爾瑪 當天都是直接大跌 兩成以上 兩成 對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市場上對於未來的消費 本身會有期待 那這個期待就會反映在百貨類股的手上 過去我們看到科技股 電子股 美股都在跌 那就是因為他們的庫存量太多了 但是沃爾瑪和目標百貨一直保持在一個相對高的水位 過去道瓊傳產部門的受到的買盤刺激 比較明顯 那連這些股票都在跌的時候 就代表著去庫存的階段 已經從中上游移轉到了中端的消費市場 我們看到右邊這張圖表 是美國零售商的存貨的一個幀率變化 那過去會看到一個有趣的變化 在二零二一年中旬的時候 當時由於供應鏈的瓶頸 照理來講 大家的存貨都會往下掉 對不對 正常來講 因為如果供應鏈有瓶頸 那就貨進不來美國 那我美國倉庫裡面的貨就會往下掉 但是當時仍然在增加 為什麼 沃爾瑪當時很聰明 他就認為這一次的供應鏈的危機 會維持一年以上 所以當時美國大量的零售商 都在瘋狂的囤貨 所以你看到他的成本 還勉強可以控制住 但現在問題來了 存貨開始居然往上跑了 即使在目前供應鏈瓶頸 已經稍微緩解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明明供應鏈的衝擊 已經不在了 這個囤貨 存貨水平仍然持續在往上走呢 因為沒人消費 沒人消費啊 所以存貨的部分大幅度的增加 是最大的一個困境跟問題了 沒錯 所以我們就知道 現在百貨業者的財報 比較值得看 第一個就是庫存生的速度太快了 你庫存生的速度太快 各位要知道 這個美國他還是有這個倉庫成本 在倉儲成本的 就是說東西賣不出去 有些是當季就會自銷的 那如果賣不出去 你就永遠賣不出去了 所以你必須想辦法賣出去 那想辦法賣出去的方式 就是賤價賣 你說賤價 那碰到我的成本價怎麼樣 一定要賣 還是要賣 為什麼 因為你寧願把它賣掉 還可以拿一些些許的現金回來 你賣不掉 你手上一堆貨 庫存成本就一堆 還有這個 尤其是存在這些倉庫 還要付錢 對 而且這些貨 你還不知道怎麼處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一個問題 就是庫存大幅度升高 第二個問題 就是消費的意願低落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目前我們都很清楚 美國迎來了史上最大的退休 潮 大缺工 所以工資水平仍然持續在攀升的情況底下 他只好把未來的財政直接給調降 直接來看 真的要進入到了一個超級大 去庫存的寒冬風險了嗎 從這些百貨業者來看 還有包括現在消費 信用指數來看 真的要拖多久 我們可以這樣來做觀察 就是美國零售商的人流整理 很多人說這個照理來講零售商 他終端商品 所以你成本漲了 那你就轉嫁給消費者 因為臺灣食品股都這樣 你有任何的物價漲價 實物一定是最明顯的 所以你就把你上漲的那個區塊 交給消費者就好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看到 在去年第三季以後 這些大型的超市 比如說喬市超市 沃爾瑪和目標百貨 本身在去年第三季 人流都見頂下彎 什麼意思 就是說即使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回到實體經濟消費 但是從去年的物價開始上漲之後 大家不太願意去這種傳統的大型超市 進行消費了 唯一在成長的是什麼 是奧勒奇 奧勒奇 目前的人流還在創高 那奧勒奇是做什麼的 剛才我們提到做coupon的 做折扣店的 也就是說當通膨來襲的時候 美國人也會貨比三家 是 所以你如果這個時候 再把你的價格調高的話 那你的人流下滑的速度會更快 那當然也看到消費信心指數的衝擊 衝擊就是指數的下降 還有對耐久才購買力的下降 沒錯 我們看到這一次 密西京跟大學所公布的消費者 信心指數 他主要是從市場的消費動能來做觀察 因為如果你從絕對金額來看的話 那永遠美國人都是越花越多 因為通膨每年都在往上跑 我們要針對的是目前美國的消費的信心變化 目前來到五十九點一 其實從去年下半年 就開始高速的下彎 那現在美國的消費的信心程度 基本上僅次於二零一一年 所以算是非常非常悲觀的 我們要很清楚 通膨雖然在三月份 看起來有一點見頂的跡象 可是你從八趴到七趴到六趴 通膨率在下彎 物價還在上漲 還有七趴 還有六趴 所以各位要理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不是通膨停了 不是通膨見頂了 而是物價上漲的速度稍微有一點慢 但是仍然在上漲當中 那這個趨勢在今年第三季以前是很難做大幅度的改變的 我們看到底下這張圖表 是耐用品 也就是耐久財 一年以上的商品的使用 比如說冰箱啦 汽車啦 機車啦 那這些其實是目前市場上消費的主力 因為如果是非耐久財的話 第一不貴啦 用完即人嘛 所以主要還是看耐用品整體購買力的變化 基本上也跌到最低了 他是歷史上有史紀錄以來的最低 大家都不敢買了 沒錯 就是因為這個比較花錢 因為他比較大樣的商品 不管汽車 家具 這可能花比較多錢 那我現在是能用就用 舊的就忘用 所以有這種情況出現 就是剛剛像臺灣的這個消費信心指數一樣 我們這一項也是掉得很兇 大家都開始縮緊褲帶 不敢亂花錢 沒錯 所以在物價大漲 工資水平雖然有提升 但是只要物價上漲的速度 持續高於工資水平上揚的速度 那最終他就會導致消費者信心的意願的低落 那麼最終你原本看到的是通膨 其實不是 你看到的是通縮 沒有人願意消費得起這麼貴的產品 這就是最不好的通膨 就變成通縮的情況 好 謝謝廷高高的大家 那剛剛講到是一般民生消費 但是其實在電子產業科技產業的部分 也是環環相扣 因為高庫存已經形成了 那尤其是電子產品的高庫存 如果賣不掉之後 他就變成退流型的產品了 會造成更大的這種滯銷 甚至庫存的壓力 但是今天也看到有人說 這種高庫存衝擊 在一般電子消費產品壓力很大 對臺積電卻不受影響 沒有錯 其實我們先瞭解 這個什麼時候電子會有高庫存 第一個就是重複下單 他怕到時候排不到晶圓代工的訂單 所以他一直下一直下 就是所謂的overbooking 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電子產品的交接器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這我不知道很多小朋友 不知道以前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叫PDA 就是這個像手機一樣 那這可以當作行動助理 寄很多事情 對 可是一旦手機問世了以後 大家都寄在手機裡了 對 你這個PDA還有用處嗎 沒有用 甚至手機他也排擠到什麼 這個這個叫數位相機 還有MP3 這就是交接當中的一個變化 對 所以新的產品問世 那舊的產品 他就庫存就沒有用了 庫存之後根本賣不定 對 你去看 為什麼台積電沒有影響 我們要先瞭解 這個電子的產品 通常都要用到晶片 那晶片他通常是先跟上游的這些 這個所謂的IP細緻裁公司 買所謂的架構像安謀 那買了以後你再開始做IC設計 然後那設計之後 你再發包給晶圓製造廠幫你代工 安謀 然後這邊大概是聯發科等級的 再往下就是下單給台積電 對 你去想一個問題 因為台積電以台積電來講 他自成幾乎 幾乎你是排不進訂單的 所以你好不容易排到以後 你不可能隨便去抽單 你抽出來可能下一次排不進去 沒有你的份了 對 所以他不管景氣怎麼樣 排到了就是排到了 他就不會去測他嘛 那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他當然永遠接不完 所以景氣外面景氣好外 對他都不知道 對 我只負責幫你做 那做好了以後交還給你 那你堆在倉庫裡賣不出去 那是你的事情 對 所以你看像這樣子的這個情況 當然對台積電他完全沒影響 可是對其他的 其實嚴格講起來 跟封裝也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對這些晶片商 可能就不是那麼樂觀 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這就是庫存再高 衝擊影響 可能是IC設計商 細緻採商 但反而對於台積電 這種獨領風騷的龍頭公司 不受影響 但是最近三星電子 頻頻的釋放出 我要積極的擴產 就是要來追上台積電的腳步 而且還不斷的挖台積電牆角 這怎麼看 會要擔心的問題嗎 對 所以有新聞說 台積電現在就是要發展1.4奈米 因為他三星他目前是要做 所謂的三奈米製程 那但是他追得上 我個人認為沒有那麼容易 第一個我們看 這是過去的製程 節點的這個演進 這個奈米數越小越先進 你看到台積電 幾乎都是一直領先的三星 我們到五奈米 他還在七奈米 我們三奈米 他還在五奈米 我們要二奈米的時候 他還在三奈米 所以你光看這個 其實這個是很難超越的 那第二個我們看 現在三星他是要走這個叫做GAA 那我們不是內行人 我們今天不跟大家討論這個原理 運作原理 我們大家外行的 我們光看這三個 哪一個比較複雜 這個看起來就特別複雜 那台積電目前是用這個叫FINFIT 這個騎士場效電晶體 那他這個你從側面看 三星的GAA從側面看 這個都很小 這都用奈米計算 我們這你去看 你如果說三星你前面這個簡單的 你都做出台積電 那你憑什麼說這個複雜的 你可以做到這裡 對 沒有辦法嘛 那第三個就是人家台積電 花了多少的資本支出 你現在才要追追得上嗎 更別說現在這些所謂的1.4奈米 應該說3奈米以下的 都要用到一種機台 叫極子外光EUV機台 目前全世界大概半數的機台 都在台積電身上 那你三星零機台 沒有比台積電多 你就因為這個產能 你就算二十四小時一直開著 你機台就是比別人少 你怎麼追得上 所以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不需要太過擔心 謝謝事情告訴大家 當然也相信 臺灣的護國神山 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今年很多投資朋友 操作在股市的部分 可能就因為股市修正的壓力 所以有人出場了 但是一直進場的卻是想說 乾脆簡單一點 不要天天看個股的部分 被扒來扒去 我就選擇ETF的商品做投資 今年有非常多國民型的ETF 人氣爆衝 到底現在能不能夠持續加碼買進呢 待會兒告訴你 以下輩看再也會讓我放過 等一下 你吃了 你太可怕了 解放